那帮畜生啊 那帮畜生啊 那帮畜生 不会是那些 您太可怜了 难怪您都不知道孩子的爹是谁 可是 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怎么 不早点告诉我呀 我怎么告诉你呀 在一面前 我好歹都是婆婆的身份 是唐家的女主人 我有什么事情 都只能往肚子里吞哪 一个女人最惨的 也不过就是这样了 我还是一个当奶奶的人 现在有了这个野种 我还不能去找他们理论 丢脸的不仅仅是我 我把唐府的脸都丢尽了 娘 娘你别哭了行吗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 问您这件事 但是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那我就可以想办法解决了 首先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淑寒知道 如果您告诉淑寒 让淑寒知道了 他肯定会去找那些人的 对 对 你说得对 千万能够让淑寒知道 一定一定不能让淑寒知道 妻子 您这个 这个孩子 要拿掉 什么 我 我害怕 娘 您放心好了 万事有我呢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别害怕 他们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娘 娘 别着急 我先稳住他们 您就躺好 我说您身体不舒服 好 放心 蘇云 蘇云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谢你才好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娘 都什么时候了 您跟我说谢干嘛呀 您放一千个心 我肯定能把这件事处理好 绝对不让别人知道 那您好好休息 不想乱 您想买 您这里 耶 我想 您 云 来 婷婷啊 想不想爸爸 亲亲爸爸 看见弟弟开不开心 春花也来了 干嘛 不欢迎我 没有 这不是你们来的突然 有点意外不是吗 我看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怕见到我心虚吧 想不想爸爸 这么快就回来了 婷婷玩得开心吗 妈 南京真好玩 真的 好玩啊 好玩让爸爸妈妈 还有春花阿姨 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不用了 让她春花仪 带她出去转一转就好了 娘病了 你进去看一看吧 怎么了这是 不是早上还好好的吗 娘 苏芸 你还没告诉我呢 那个事 到底解决得怎么样了 我是说小剑 还有那个谢佳音 还有 我现在哪有心情说这个 当着小孩的面 真是的 你帮我把两个小孩 召开好了啊 安静啊 安静啊 嘘 妈 婷婷 乖 春花阿姨陪你们玩 小剑 嗯 娘 怎么了 怎么不舒服呀 啊 我 我 头疼口疼 哎呀 哎呀 胸口疼 头疼 头疼 你问什么呀 啊 对 对 我胸口也疼 我头也疼 头疼 啊 胸口疼 头就疼了 你问什么呀 啊对对 啊 你别担心啊 你别担心啊 你别担心 娘已经吃过肃云买回来的药 现在好多了 您好好养身体啊 您不要紧吧 没事 我们突然就病了呢 您是不是 哎 娘来 哎 乖 要不要我喂您呢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那您慢点喝啊 好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啊 啊 我们俩好着呢 挺好的 哎呀 舒寒哪 娘到现在才知道 素云哪 是我们唐家的好媳妇 我出去上个班回来 怎么说话的感觉都变了 怎么了 不行吗 行 遇到这种事 我当人比谁都高兴 对不对 娘 你好好歇着 我给您做晚饭去 你 好好陪着娘 我告诉你啊 好好孝敬娘 娘 我说你们 你也别做了 你去厨房看看 素云有什么要帮忙的 您让我去帮素云 怎么了 你怎么让我进厨房了 这以前都是唐家的禁忌啊 哎呀 这规矩是人定的嘛 你别这么死脑筋 按以前唐家的规矩是不行 现在我说行就行 唐家我说了算嘛 去啊 去 真是幸亏当初 没让淑寒休掉素云 要不然 遇到这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倒说句话呀 你看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去 用不着你帮忙 看你跟我娘关系 变得这么好了 我当然高兴了 我还以为你不胜我气了 才有 来 小剑 多吃点啊 吃菜 瞧我们婷婷高兴的 打从一进门 见到我们小剑啊 就乐得不行 春花姨 我喜欢我弟弟 瞧我弟弟 多可爱 那以后 天天来照顾弟弟 好不好 嗯 哎呀 一晃眼哪 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哎 对了淑寒 那个谢佳音 是怎么把孩子交给你的 吃饭 让你别问 还问那么多干嘛 我问问怎么了 我问问怎么了 好奇呢 妈妈 奶奶是不是在生你和我的气 所以不出来吃饭的 婷婷别傻了 奶奶现在对妈妈呀 可好着呢 她呀就是不舒服 不太想吃东西 你别担心啊 你先吃 她对你好 嗯 不对啊 苏云 你那个婆婆 她每次开始对你好 接下来准没好事 这次你可别又上当了 你这个乌鸦嘴 我能上什么当啊 我 以心换心的道理 我都明白 怪兽 以心换心 苏云 你的意思是那件事 你已经和妈坦白了 没有的事 两回事 妈妈 我要妈妈 好了 妈妈在这里啊 别哭了 不哭了 眼睛都哭肿了 妈妈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我要 我要妈妈 妈妈在这儿陪着你呢 我要妈妈 我要 我要 我要爸爸 孩子哭成这样怎么行 我要爸爸 我要找爸爸 不哭了啊 爸爸 爸爸 你什么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要我了 我该怎么办 爸爸 爸爸 宝地乖啊 不哭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啊 吓我一跳 娘 吓死我了你 娘 我在这儿等了一晚上了 干什么 就等你醒过来啊 我们今天就得回上海去 什么 今天就回上海 回上海 你看哪 你肚子里的事 多一天都不能等啊 咱们得马上回去 是 是 你说得对 但还有一点 我得把小剑也一块带回上海去 小剑也走 那 那万一佳音她不肯怎么办 那娘得帮我说话呀 到时候 就看看娘 最后像着谁了 娘 舒寒你来了 娘 身体好些了吗 娘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我们今天就要回上海找大夫去 对 对 去上海 那 南京没有大夫可以治吗 有 可是南京的大夫 能治娘的病吗 娘得去上海找她熟悉的大夫看 万一看坏了怎么办 你负责啊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就要把小剑带回上海去 小剑 可是小剑现在她 舒寒 就照素云的意思办吧 别问那么多了 还愣着干什么 好好好 去准备吧 好 奇怪 才一天功夫 娘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突然向着苏云了 简易 过来 简易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怎么会牵扯上那些流氓的 也都怪我 那些真是流氓 你赚了钱就没事了 你要是让他们赔了钱 他们用你的命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能跟他们讲道理呢 快把钱赔给他们 钱赔给他们 钱赔给他们 我就成虫光蛋了 你现在还想着钱 你要不要命了你 简易 有些事情我没跟你说 转到你名下的房产 我没转回来 这事你到现在还没有办 你不是在害我吗 快走 你赶紧 你哪跑 跑啊 跑到这儿来了啊 要不是我两个手下跟得紧 我还真找不着你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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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别打你跑 别打他 别打 别打他 别打他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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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别别别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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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有钱 简易 你别告诉他 高丽波所有的房产 都在我的名下 行 姑娘够意思啊 你不用再说了 那好 赶紧办手续 到我这儿领人 办手续可以 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再伤害他 防得全归你们 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带手续到我这儿领人 三天之后还见不到你人 对不起 你就给他收尸吧 带走 是 简易 走 简易 快走 你自己要小心啊 姑娘 三天 好 来 你先走 先走 doct że 娘 这是什么呀 那是佳音送过来给宝弟吃的牛奶粉 牛奶粉不是给牛吃的吗 人能吃吗 这是洋玩意儿 你不懂就不要乱说了 反正回去我教你怎么弄就是了 周华 我想要不这样 娘不舒服 要不回到上海之后 我把婷婷就交给你了 你帮我照看两天 等娘身体好得差不多了 我再接她回去 放心吧 苏云 婷婷呀 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一定把她照顾得好好的 妈妈 为什么 好不容易把弟弟给接回来了 我却不能跟她一起住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奶奶 不舒服 等奶奶身体好了 放心 奶奶 行不行 嗯 听不听话 嗯 听听乖 小剑 等姐姐回了堂府 一定陪你一起玩 我不是小剑 我是宝弟 嗯 没事 她不习惯 奶奶 你好一点了吗 你们少说点话就好了 让我安静一会儿 要不要睡一会儿 躺在妈妈肩膀上 估计你也累了 睡一会儿 睡觉吧 嗯 这万年 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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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了 娘 找了几个大夫人家都不愿意 你说是怕有危险 死定了 我这次死定了 这不是要逼我上吊吗 娘 你不要这样说嘛 放心 我会找到一个大夫 愿意给你开药的 你别急 我给你弄点吃的啊 吃的 现在就别去了 我还有什么心情吃啊 没心情也得吃啊 你不吃 肚子里那个在喝你的血呢 我给你弄一点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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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要发胖的 怀孕本来就是要发胖的呀 我不要 我不要 可是不要也是会发胖的呀 来 我先给你好好卖 不用好卖了 您就给我开几副 堕胎的药就行了 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再来一个真的养不活了 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 你说你养不活谁信呢 哎呦 我这衣服都是借来的呀 大夫您不知道 这家里再穷吧 脸皮还是要的呀 我家真是 再来一个孩子 全家都别活了 真的 你说你这肚子一点都不明显 你怎么就能知道你怀孕了呢 哪像个怀孕的样子啊你这 大夫 你开什么玩笑 这怀孕的事我还能骗你呀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不显肚子 你要不信 你摸 摸一摸好 好好好 坐下坐下坐下 我呀要不是看在是熟人的份上 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呀 那你就给我开几副药吧 这个你还得等一等 怎么了 我这店里有一味药 还 还没有到 摄箱 你还得等几天 等多久啊 这个 得从外地去寄 外地 那不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 这也没有办法 那是没办法 等 等 娘 我终于找到大夫 大夫愿意给你开药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什么时候啊 还差一味药 他说等那味药齐了 就能把药给开出来 那岂不还要等 压可等不了了 愿意开药的大夫很难找 奶奶 宝贝 奶奶 奶奶想死你了 乖吗 乖 小剑 小剑 为什么你不叫妈妈呢 我不是小剑 我是宝爹 你也不是妈妈 你是阿姨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叫妈妈呀 我没有说 哎呀 哎呀 苏芸 孩子还小嘛 你就别跟她计较了 再说 佳音毕竟待她时间比较久 她跟佳音亲密是正常的 慢慢来 啊 慢慢来 哎呀 你就叫她宝帝吗 不就是个名字吗 宝贝 宝贝 婷婷不是你的宝贝吗 宝贝的弟弟不就是宝弟喽 是不是啊 宝弟 宝弟 哎 宝弟 哎 阿姨 小姐 就算你永远不想叫我妈妈 妈妈也不会怪你 在妈妈心里 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孩子 客人 哎 哎 娘 娘 這麼晚娘去哪兒了呀 恩 恩 每一位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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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来的时候 你就偏偏不来 不让你来的时候 你却偏偏要来 你说我现在留你干什么 我留你干什么 我留你干什么 干什么 娘 你做什么 你疯了吗 你干嘛打呀 我能怎么办 眼看着肚子 肯定要一天天打起来 这药业还没到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 我打 我打 我打死 娘 我都已经帮您想好出路了 要实在不行 我就带您去乡下 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神不知鬼不觉的 你这个傻媳妇 你得动动脑子嘛 你那个法子怎么可行呢 不可能不可能的 我是说万一嘛 娘 娘 药到手了 你看 药到手了 还有呢 这是大夫的药方 您看一下 都倒过来了 上面都写的什么呀 我再看 怎么还有水质啊 水质 不会吧 这写着呢 可是那大夫说了 这上面全都是破血的药 您现在喝下去 就马上见笑话 这么吓人哪 可是事到如今 就是毒药我也得吃啊 去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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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熬了 去吧 去吧 会不会出事啊 去吧 老天爷 老天爷 你是不是在惩罚我呀 行 姑娘 够奖信用的啊 可比兴高的小子强多了啊 这些 这些是高丽博在我名下所有的房产 应该足够你们抵债了 其中有一栋我现在正住着 我劳烦你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找到了房子我立马就会搬出去 行 师爷 算算 看够不够买那小子的命 好 够不够啊 高丽博欠的钱 就算把这些房产全卖了 还差一截呢 这上面 有高丽博的亲笔签名 你好好看看 不是说帮你们投资吗 怎么变成借贷了 那你也要去 你得去问高丽博那小子 要不是他说的天花乱坠 挣了钱算我们的 亏了钱算他跟我们借的 我们能出那么多钱让他玩 老大 别跟这小牛啰嗦了 欠这么多钱 咱们就剁几个高丽博的手指头交机 我告诉你 我们兄弟没有不敢干的事 算是我求求你 你先让我见他一面 行吗 行 你们俩可以接上一面 不过姑娘 你得好好劝劝那小子 不过姑娘 娘 您趁热喝吧 不行 真不行 你不信 自己喝喝看 我 太难问了 你这个傻女人 我只是说说而已 苏云 要不您就忍着喝一点 苏云 这碗药 你要万一喝下去 有个好歹 你一定要答应娘 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要不然 我死也闭不上眼睛啊 娘 呸呸呸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别自己吓自己了 我像那个大夫 问过了的 他跟我保证过 说这药喝下去 不会有事的 不然我也不敢给您喝呀 真的 真的 您就忍一下吧 要不然我喂您 不用 我自己 不是 我真不行 要不 你帮我吧 怎么帮啊 滚 那你忍着点啊 来 娘 娘 你可不能吐出来 吐出来就没有用了 娘 忍着点 你看哪里不舒服啊 很难喝 哎呀 真的很难喝 娘 那要不 我就在门口等着 您可以先静一静 要是有什么事 您喊一声 我马上就进来 好不好 去 来 我 苏鱼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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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好痛啊 娘 娘 我肚子好娘 娘 你咬我的手吧 咬了就不痛了 使劲咬 啊 啊 嗯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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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 不是 小姐在 好一台 注意时间啊 快点 建议 我就问你一句话 那些借贷是不是真的 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能像那些人借钱 往里面跳呢 对不起 你过户给我所有的房产 我都拿去给他们抵债了 这下签完了 这下签完了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所有的房子拿去赔给他们 还是差很多钱 他们说要砍你的手来抵债呢 建议 你得救救我 你得想办法救救我 算了 向我这种人 手就应该动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傻话了 那个时候你帮我们物资那么多 现在你有危险 我可能不管你吗 放心吧 剩下那些钱 我会想办法去仇他 来来来 乱你时间 干你们干吗呢 建议 我借贴的目的 就是想赚很多很多钱 让你以后下半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拖累你们了 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拖累你们了 别再说了 相信我一定会救你的号码 干什么呢这是有完没完了啊 走走走走走 等一下 这些钱 这些钱你们收着 倒是给你们兄弟买烟的钱 我求求你们 你们对他好一点 另外告诉你们老大 我会尽快抽钱来救人的 杜丽伯 还能叫到这么好的姑娘啊 走走走走走 建一 快点 娘 遭醉啊 你感觉好点了吗 来 坐起来一下 我给您用点汤 来 遭醉啊 娘 这是老母鸡汤 补元气的 你喝一点 怎么了 这是洗碗水啊 怎么什么味道都没有啊 娘 您刚打了胎 跟坐月子是一样的 那些重的口味 只要是咸的辣的 您都不能吃 您还得预防 受风受寒什么的 不然身体怎么会好呢 好了好了 娘是过来人 我当然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 那您就 凑合一点把这个喝了 忍着点 这老母鸡汤喝下去啊 身体马上就好了 素云哪 娘到这把年纪 还遭这么多的罪 可是这一次 要是没有你 娘这一关 是万万万万过不去了 娘 这一关 我们不是平安过来了吗 您现在最要紧的事情 是把身体养好 听我的 多喝老母鸡汤 喝下去啊 再喝一点 素云 女儿 娘过去对你那么不好 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受了那么多委屈 娘真的对不起你 娘 您这说的什么话呢 听您这样说 素云做什么都愿意 您别想这么多了啊 咱们娘娘 以后就好好过日子 好好相处哦 我的腰啊 春花你帮我个忙 帮我去拿几个包子 一会儿我回家看看宝弟去 你改口了 不叫小剑 叫宝弟了 我叫他小剑 他也不答应我呀 再说了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 只要他爱我就行了 叫宝弟也没关系啊 那人家 叫你娘了 这倒好啊 帮着别人养着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丈夫又让别人使 素云那素云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 说完了吧 完了完了 但我刚才的话都是放屁 我弄包子去了 你还真是瞎操心啊 哎呀 痒死了 难受死了 哎呀 哪个天杀的定下这样的 故意去啊 什么坐月子不能洗头 几十年了 真是没受过这样的罪啊 不过还好 快一个月了 快无出头了 哎 娘 哎 这怎么一转眼 就一个月了呢 什么还转眼就一个月 简直是度日如年呢 别紧张啊 我今天把你们留下来 又特意把顺子请过来 要看怎么样啊 把我们这个洋气包子铺 做大做好 生意好 哎 素云 怎么了 是不是你那个婆婆 又管你要钱了 你说到哪去了 哎 你自己好好算算 想想啊 每个月我们要还刘爷的钱 是不是 那个 婷婷看币不是也需要钱吗 哎 你买胭脂水粉不需要钱吗 嗯 这倒也是啊 哎 还真是 素云姐 我们还要给刘老板还利息呢 我们几个再去唱几个小曲儿 赔个陶会 不什么都有了 是不是小刀 就是这么回事 素云姐 我男人不喜欢我做的事情 我是肯定不会做的 哎 还有你们啊 哦 你们现在从凉了 就不要提陪酒的事儿 你要陪酒就不要在我这儿工作 记住了吗 很严肃的 知道了 素云姐 嗯 那个素云 那个严不严肃咱们先不说啊 你要是想要什么呢 就直接说 能帮忙的 我顺子投一个帮你 我就知道还是你最考得住 嗯 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琢磨啊 你说那个来上海做工的人很多 对不对 嗯 我在想啊 我们能不能主动把我们的包子 送去那些什么码头啊 工地啊 主动送去给他们 这样人家也方便 我们呢 也能赚钱 包子卖出去 卖得多 对不对 嗯 嗯 这个送包子 这个法子是不错 哎 不过天天吃包子 会吃腻的 哎 顺子 你会做什么菜啊 我呀 我会做东北菜 你呢 你会做什么菜 我嘛 当然是上海菜 哈 那就对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学习做川菜 嘿嘿嘿嘿 这样的话 我们把各地好吃的东西 凑成一个精华 这样呢 每天都有些变化 每天都有新花样 吃我们包子的这些人呢 永远都是我们的客人 你们想对不对啊 对啊 以后生意红火的时候 啊 小丁小刀 嗯 我就想问你们 你们受不受的疗苦 当然了 孙姐 有啥不能的 哈哈 你们就等着我们的生意 红红火火吧 哈哈哈哈 行 祖阳 还是你我老子 大家一茶代酒 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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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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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啊 打扰一下 我们是好好吃 杨记包子店的 做的小吃 特别的好吃 今天我们做了一些 特别好吃的小吃 给你们送来了 你们尝一尝 哎 来 请尝一尝 哎 真不错这个啊 包子 哦 包子 嗯 萝卜干 嘿嘿嘿 嗯 很香的花生 有花生米 给我来点 来 嗯 好吃吗 香吗 好吃 不错 好吃 嘿嘿 再来点 再来点 好吃 等一下 嗯 好吃的话 去把钱给我 嗯 哎 哎 对 对 给钱 给钱 哎 哎 老七 看在舒寒老婆的份上 我们就把饭定了 对 哎 哎 爽快 就是 哈哈 拿给 哈哈 爽快 我们店呢 长期提供送饭服务 嗯 省了你们的时间 而且我们的包子啊 用这馒头好吃多了 嗯 哈哈 你们慢慢吃 明天我们再来啊 啊 吃啊 快吃啊 快吃啊 快吃 走啦 走啊 来吃吃 来吃 enter 吹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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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